狂人今天來到台服32區要介紹哪一個玩家呢 我們到對決賽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一個獅子 三個獅子 三個獅子 一個獅子 本片開始 一個獅子加上三個獅子 等於四個獅子 四個獅子 減三個獅子 還是一個獅子 好 本片真的開始了 我們介紹一下他的裝備很多六星 很多印記 滿滿的星星 一二三四 獅子五隻角色 全部星星都滿的 他的黑光這個跳起來不得了啊 一百八十二萬 最後龍捲炸了五隻 多少傷害呢 好 今天登場的主角是32伏的超級大佬 不是超級大砲齁 喔 他這個傷害可可怕啦 金屬造成一百九十三萬 聽說他這個黑光啊 跳起來最多的傷害可以到六百多萬 那狂人目前還沒有能夠取得這樣的畫面 等之後有圓的話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他黃金球這個射過去 40萬傷害 哇 這個假面 一百 兩百 三百 四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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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五 哇靠 不對啊 為什麼我的假面是 十萬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萬 怎麼差這麼多呢 怎麼回事呢 今天的視頻跟之前有點不一樣 狂人把他的對手戰力做了一個排序 也就是說前面遇到的就是比較戰力低的玩家 到後面就越來越高 好 那我們看到第二場 哇對手的這個黑光跳起來造成八萬次的傷害啊 這個傷害有點不對啊 狂人需要冷靜一下 想一下黑光的八萬次是如何造成的 好 為什麼這樣的戰力只有八萬次的傷害呢 你的黑光發生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要到健檢中心去好好的健檢檢查一下 好 到了健檢中心 黑光麻煩請躺下來讓我健檢一下 呃 好 健檢完畢 這個黑光沒有救了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又來了一個黑光再次健檢一下 呃 還是沒有救援 這隻黑光要倒下啦 好 超級大砲 收尾 結束 報告報告 又來了一隻黑光了 瘋國大名聲又帶著黑光 這一次究竟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哎呀 門子人又收到通知啦 又來了一隻黑光了 什麼情況呢 這個時候超級大砲 馬上又要手持了黑光 黑光倒下 好 我們非常高興這一場戰鬥 終於沒有黑光再送一了 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對手是超舊武神霸展 究竟名字是不是跟 這個時候 好啊 五百一十萬 你再結束 好 下一場戰鬥 誰贏誰輸我就不說了 喂 認真一點播報好不好 我們看到超級大砲這一場對決的是 東京都木黑光 好 這個黑光應該跟之前已經不一樣啦 畢竟是倒數第二場比賽了 我們慎重一下看這場比賽 好 馬上看到黑光果然承擔一切傷害 這個時候黑光怎麼普攻還剩七萬八 七萬八的傷害啊 好 最後一場比賽 超級大砲對上男神格格格 好 男神進 不是說過門戰已經不要再收任何黑光進來了嗎 到底有多少黑光一次進來好不好 好 我們看到男神進格格才對 好 進格格的黑光 這一次是不是能夠撐住大砲的攻擊呢 我們看到大砲這個龍卷 好 本片準備告一段落 最後來看一下大砲的裝備 我們看到他阿修羅穿了很多的生命裝 加23%生命 30%生命 加4萬生命 30%生命 好 再看一下腰帶加23%的生命 印記 暴擊機率降低15%加生命 隔兩機率降低12% 絕技抗性增加15%生命增加16500 攻擊時被隔兩機率降低12% 增加攻擊 增加生命 16500 好 我們看到黑光的猩猩也是滿滿的 總共32顆猩猩加生命 加全套的生命裝 黑光的生命來到221萬 生命加23% 哇靠 徽章加62%生命 看到龍卷的傷害 龍卷攻擊力37萬 我們看到攻擊加整套裝備加攻擊23% 這邊還附帶5.5%加效果命中4% 攻擊加23% 還有勳章加42%的生命 以及加32%的攻擊 看看金屬騎士 金屬騎士速度加82% 披風 好 下裝一樣速度加82% 我們看鞋子 鞋子加效果命中23% 生命12000 衣服一樣加了82% 我們來看一下同地 同地加了防禦跟速度 加了防禦跟速度 你一定是打不到攻擊裝 哈哈哈哈 喂 不要笑炮哥好不好 炮哥還是很厲害的 好 奔騙結束 最後再給大家聽一下NG的片段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黑光加23% 她生命的鞋子她的下庫加了三 嘶 哼 哼